我们河南的玉米价格在最近几天呢 也是迎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呀 朋友们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候 发生在家里边仍然还是朋友玉米的 得原先要赚很多钱了 那么今天已经是7月的3号了 那么今天的我们河南商丘的玉米收购价格 是多少钱一斤呢 作为视频厂的朋友 您的听完这个玉米收购价之后 和你们当地来比的话 是高了呢还是低了呢 您觉得这个价格能不能卖呢 大家好 这里是雷哥说赞同 关于玉米价格这块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在最近的时间 它的幅度都是比较大的 和小麦比起来说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在前阵的这个小麦呢 处于下跌的一个趋势 那个时候这个玉米呢 也是同样如此啊 不过呢这个玉米价格在最近 几天嘛 左右这个价格和原先相对比的话 是高了一些 高了一些 我们河南极个别地方的价格呢 还是比我们这边还有低 有的地方是1块05分左右啊 这个价格天下真的是太不如意了 是吧 反正怎么说呢 现在家里团有玉米的农民可以说是不多了 真的不多了 所以说团有玉米的要卖的话呢 可以说想卖可以就卖吧 因为再等估计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毕竟现在2024年的新茶的玉米 马上就要出来了 据听说新茶玉米下来之后 很有可能 给这个价格持平 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幅度吧 就这么回事 同样如此也是希望新玉米下来之后 能够大涨一番吧 能够让农民多收入一些 多赚一毛 试一毛 多赚一分 试一分 是不是啊 农民朋友们 农民朋友们可以说 今天是太辛苦了 整天基本上都是灭到黄土 背到天的 真的是太难了 种的粮食吧 收成太不低 在家里现在很多家庭 都是面临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房贷 车贷 生活 消费 都特别高 所以说呢 咱们尽量能够多卖一点 能够多卖一点吧 福音寺手里边现在有急着出售玉米的农民 该卖就卖掉吧 毕竟现在天气也非常热 有时候非常潮湿 一旦你没有把这个玉米给存放好的情况下呢 很有可能会生虫子 生虫子那就不值钱了 是不是会有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做好吧 作为视频前的朋友 您的听完我们河南商区的这个玉米 收过价格之后 和你们当地相对比的情况下 是高了呢 还是低了呢 假如是你的话 你觉得这个价格是不是卖掉呢 我们对你的话 然后是啊 这个价格是和他吉他价格员没关系到我